今天我给大家整理一下我现在拍视频用的设备 给大家借鉴一下 首先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家具 曾经非常引以为豪的我的佳能大三元 这曾经在单反时代应该说是在单反相机里算是顶配 因为这机身是商业用途的 所以我选的是一个5D3性价比之王 然后这三只镜头 1735 70-200 2470都是2.8光圈的 这是当年单反相机里头最牛叉的三只镜头 现在被叫无反相机无情的给淘汰了 因为这都是EF镜头 现在都是RF镜头 这个非常遗憾的纷纷离场 虽然很专业 也陪伴了我很多年 但是现在都基本上已经变成垃圾了 现在我用推出的就是我现在用的这套 非常让我满意的设备 首先 我是从使用这只奖架 就是在Werma花16个块价比买的这只奖架 就是这个全体都是塑料的 非常好用 这上面还带一个冷靴 这边是加手机的 由它我开始觉得这个脚架很好 但是就是它材質都是塑料的耐用度和这个可耗性 要差一些 所以我就上网开始去搜 然后做各种功课 最后呢就完成了我现在的这个装备 我把它拆分开一样一样说 第一个从上面说这个麦克风 这个麦克风呢是 罗德的Rody 为什么选这只麦克风呢 我之前在这个视频 这个收音这方面 我做了很多功课 因为我遇到了确实很不理想的事情 是什么事呢 就是我在外拍视频 或者回来想配一些声音的时候呢 这个音质非常不好 有很多朋友也说 哎呦 听不清啊 这种东西 我就觉得这个收音确实是个难题 然后苹果那个无线耳机呢 它不能够作为这个收音装置 我上网搜了一下 有朋友介绍 你可以下载一些软件 然后去弄的 我觉得太麻烦 而且做事情嘛 就是还是喜欢做的稍微的专业一点 然后就是映入我眼帘的 就是这个很多博主用的这个罗德的 这个Rody 也不知道这个到底应该发生什么音 叫罗德的这个麦克风呢 就那个无线的 大概几百加币吧 经过我仔细的思考 我的用途跟那个麦克风好像不太吻合 因为大多数的博主都是做直播 或者是做采访的节目 然后用那个无线麦克风夹在领夹上 然后同时呢 大江也出了一款非常受欢迎的这种领夹式麦克风 它在跟我对接不上的东西就是 我一般都是出去玩拍的一些都是风景啊一些玩的地方 可能随时要掏上手机开机 随时要关机 那个领夹式麦克风大多数它的电源控制都是需要你手动去开和关 否则的话它是一直处于开机状态 就是你所有的声音它都录进去 你后期才切剪辑的时候就比较麻烦 所以说那款呢 我就给pass掉了 然后锁定了这个品牌 就是这个罗德的 因为我觉得它做麦克风比较专业 正好呢 在网上也看了就是一些介绍 就是它这种小迷你的麦克风带这种防风罩的 而且它没有电源 手机开机它就启动 手机关机它就切了 所以说呢这个很适合我在户外拍照时候的这个麦克风的使用途 其次呢 它通过普通的连接线可以跟我电脑连接 在我剪辑视频的时候 如果想加进一些配的音的时候呢 很简单的就可以做一个普通麦克风的电脑连接 然后进行这个收音 所以这个小麦克风呢 我觉得比较适合我 而且很便宜 这只麦克风在亚马逊买大概是50多加币吧 然后再往下呢就是这这根线 这根线呢是那个 也一个无线麦克风品牌的 叫Sora Monica 回头我把这些东西都发在下面的链接里 我不是做这个推销啊 只是跟大家分享这个比较好用的设备 就像那些大三元似的 也不是我能卖的两个 都是专业设备店里卖 就这个 叫Sora Monica 它出一种无线麦克风 性价比也非常好 所以说它的这个连线呢 好处就是一端接麦克风 另一端直接可以接苹果手机 否则的话呢 就是它们有很多人 还是用中间一个苹果手机的一个转接头 再加上麦克风的这个连线 比较繁琐 直接买一个这个 这个我买的时候大概是19加币左右 然后下面再往下拆分呢 就是这个麦克风的这个 防颤的这个 防震动的这个一个架 这跟罗杰麦克风是在一起的 再接下来 把这个松开 这个是我的苹果手机13pro 然后这两部分呢 这个是有两部分组成的 一部分是这个 加手机的这个加 铝合金的 很结实 而且呢 它加紫之后呢 这有一个锁紫装置 把它锁紫之后 就动不了了 这个我觉得非常好 因为我之前用的这款呢 它没有这个锁紫装置 就是在一些缝大呀 或者条件比较恶劣的条件里的时候 你非常担心 这个手机会滑落 或者是会碰掉 这个加紫之后 这个手机跟它就形成了在一体 就基本上这个安全性就保证了 然后上面它也带一个 这个冷靴的一个卡扫 可以加麦克风 可以加一些什么光灯之类的 这个小东西 铝合金做的 有点分量 但是质量非常好 而且非常丝滑 很润滑 然后下边 这个就是一个铝合金的小三脚架 这个小三脚架 我买的时候还不知道 但是后来才知道 这个叫Small Ridge 也算是一个比较有名气的一个品牌 这个脚架是 好像也是四五十块钱 加币 整个这脚链是铝合金的 然后这带一个 可以万象调节的这么一个球头 而且当它锁死的时候 非常牢固 所以现在呢 把这套组上之后 就是我目前拍视频用的这套设备 很经济 这得松开 然后也很好用 这个推荐给大家 顺便我再给大家讲一个 关于设备这方面的一个小故事吧 因为在设备这方面呢 我一直挺宠上一个国外摄影师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也记不住了 它是什么特点呢 它曾经在很多年前 就是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那个八十年代吧 他就用了一台胶片的傻瓜相机 是奥林巴斯的 当时这台相机非常便宜 就可以说是傻瓜相机里头的那个 性价比之王的那种便宜程度 然后呢 他在北京 用那种傻瓜相机拍完了照片之后 出了一本书 叫狗眼明里的世界 他的特点就是在离地 大概五十公分左右 就是狗的那个视觉的那个视线里头 拍的整个的北京城的大街小巷 包括天安门 他特别给我一项身的一项照片 就是他在一个自行车的车轮子 那个年代的时候 中国自行车还是满街都是 就是车轮的那个轮圈里头 透视着天安门广场的一些景色 非常有视觉冲击力 因为那个年代 中国自行车大国呢 遍地都是自行车 尤其北京那个那个地方 天安门广场的自行车 那都成群结队的 就是他的照片非常有思想 所以说我就一直挺宠上 就是如果你拍一些东西 能拍出来很好的这个思维的时候 其实完全画质也好 还是说这个设备好 都变成了一种次要的东西 然后现在的这个科技 像这个苹果这个手机 我觉得拍普通的1080这种视频 已经完全能适应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看看 我这支收音麦克风 能不能解决 之前很多朋友都给我提的意见 说哦听不清了 这个噪音大呀 看看能不能真的解决它 咱们拭目以待 谢谢大家 就这样 拿起来有一点手感 但是非常好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